下一个叫给我们分享的话呢,是Villicale 几年前啊,我还跟他一块去hiking 然后呢,现在已经没影响了 几年的话,他现在已经是在技术登森方面成为一个佼佼者 昨天的话呢,我还在我们的大群里头发现有人在蹲 Monken Robinson能不能登? 如果真想呢,就认真地听他的分享 下面我们有请Villicale 大家好,我是Villicale 大家一般都称呼我Villicale 因为叫Villicale的人很多 那,谢谢Lulul的邀请来来参加这次活动 本来这次演讲应该是由小龟来讲的 但因为有事来不了,我就越主带跑来去讲一次 首先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2016年5月第一次参加美美户外的徒步活动 然后接着就一发布的收拾 到现在又花了点头了 那在7天呢,我也自己就开始 也许在很多老乡友啊,或者很多人家徒步啊 学习一些登山的知识和一些攀登的技能 然后从简到不断地尝试一些有技术有限的判识三高 那今天借此机会呢,我就想把我自己 对登山的一个认识 还有我的一些体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算抛砖引玉吧 对那些感兴趣想学习Montineering的同学呢 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登山 在英文我说登山是Montineering 你可以收一下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是这样解释的 就是以攀登至顶峰为目标的运动 我们都称之为登山运动 那从广义上来讲呢 我们能够走到山顶,这也叫登山运动 我们通过一些专业的设备和一些攀登技能 爬到山顶也叫登山 那从狭义的角度来讲 特别是在美美,当你提到Montineering的时候 其实它是特质 你用一些专门的技术装备和一些攀登技能 来攀登到 攀登技能来到达顶峰的这么一项运动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称之为它是技术型登山 那么徒步型登山和技术型登山有哪些区别呢 其实显而易见的技术型登山它是需要一些技术的 首先是攀爬技能和技术保护能力 我们在面对复杂的登山环境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陡峭的雪坡 有冰坡,有岩石,还有冰窗和裂缝 那么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地形 我们就需要采用相应的攀爬技术和保护系统 让我们顺利的并且是高效的通过这些地形 由于那些时间关系呢 我这里也不能是每一项都详细的讲一些 那就是针对不同的地形 我们会需要一些攀雪啊,冰川行径啊 攀岩啊,攀冰啊,混攀啊 对一些岩石和冰雪混合的地形的这些一些技能 同时在这些地形上 我们要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这个就像我们开车的这个Airbag一样 万一你滑了一下或怎么样 会有东西保护你 不至于让你去受伤 或者出现更糟糕的结果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我觉得在艺术型登山跟徒步相比 就是我们的决策和风险管理能力 就是说任何户外活动都存在着风险 有自然的风险 比如说天气 有落石 有落冰 还有冰裂缝 雪崩 甚至还有就是很 就是很碎石子路 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客观存在的自然风险 还有人为风险 比如说我们自己的能力 和你选择路线的匹配度 还有在一条比如说很垂直的路线上 如果是有同时有几个队伍在攀爬的话 这都会造成很多潜在的风险 那技术型这种攀登 因为你在选择的路线 和所需要的技能方面 决定了这项运动的风险 相对于徒步来说 它是要高很多的 所以你在做技术型登山的时候 除了准备你自己 这些行前的准备 预判风险 我经常会说是预判风险 我们不要我们自无畏的就冲出去 预判风险 然后采用 在之前你就要采用想好 采用什么样的策略 能够把风险降低到最低 这个很重要 但这个也需要长时间的学习练习 还有需要很多经验来支持的 那在这 其实因为风险的存在 那这个更凸显了 一个人就是在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 你一个人的决策能力是很重要的 这是一个teamwork 那每一个teammember 他都需要群策群力 帮助来进行决策 我觉得攀升攀登的过程 它的每一步都是在做选择题 你会遇到下一步往哪里走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节省 什么时候需要保护 那是绳将下去还是倒攀下去 是下车呢还是继续往前冲 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要根据你当时的环境条件 来进行及时的调整的 所以我说登山的运动 它实际上它就是一直在做一个 我们叫making decision decision making的一个过程 就是不断的在做决策 在做选择 也许一个错误的决策 它就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每次做好的时候 我们就是尽我们最大的努力 想出什么是最万全的策略 保证我们能够安全的回家 在装备的方面呢 因为不同的地形 你需要运用不同的技巧 也需要不同的装备 因为时间关系 我会在后面稍微提到一下 我就不在这里多累赘了 最后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体能和心理素质 拍登一座山峰 技术路段 它也许只是它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我们有很长的一部分 都是在approaching 它需要你有良好的体能 能够到达这个路线的下面 并且还有足够的体能 能够爬上去 而且在通常情况下 我们技术拍登所需要背负的负重 会比你徒步要负重 要重很多 因为会有绳子啊 如果是遇到雪坡冰坡 你会有这些攀冰攀雪的Gear 岩石会有攀岩石的Gear 所以你的体能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一个就是心理素质 这种拍登 一般我们叫它是垂直运动 很多情况下都是很explosion 也会遇到很多一些 比如说突然间的落石啊 落冰啊 雪崩啊 你都会经常看见 那在遇见这些困难 和恐惧的时候 你是否还可以 就是保持非常的冷静的头脑 继续去做出正确的决策 还包括你的行动能力 那我们也经常会看见 有些人一害怕的时候 本来是一个非常strong的climber 突然之间就僵在那里 就不能动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mental在登山 就是说技术攀登过程中 是相当重要的 下面呢我会展示一些图片 就是说从不同地形的角度 来稍微介绍一下 这是雪坡 如果我们要比如说进阶 你会遇到的地方 其实你首先会遇到的 就会是一些不同的地形 并不是说这一座山峰 只有雪坡 其实它就是一个不同的排列组合 有时候是冰川加雪坡 有时候是冰川加岩石 有时候是雪坡加冰川 有时候是岩石冰川冰雪全都混在一起的 所以你需要根据你不同的 在你出发之前 你就要先了解这个路线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形 然后根据这个地形 来评估你自己是否有这个能力 而且需要带些什么东西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雪坡呢 那雪坡从龙翼到 我们会有不同的三十度啊 三十度雪坡到六十度雪坡 那我们一般需要学会正确的使用 怎么样是用 ISACS和CRAMPON进行行走 这些都是有技巧的 包括SELF ARREST 万一你滑坠的时候 你自己什么样来自动 那同时针对不同的雪坡 你要选择你是进行保护呢 还是不保护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在你 在你攀爬的过程中 即时根据环境来进行调整的 第一张图片是Montangari Bordi North East Face 那些雪坡很好 实际上我们虽然解除了 但也没有保护 第二张图片是Mont Jackson 在Oregon的一座火山 这座山实际上是很复杂的 它包括一些岩石 还有一些Ram Ice 还有非常陡峭的这些雪坡 因为它的雪质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选择了 是进行保护的盘分 那你看到这一个是Montangari Bordi 在Wedge Mountain那一带 它的North Face 那天的雪况也不好 所以我们也是会选择进行保护的盘分 好 冰川Galacia也是我们在想进阶 Montangari Bordi 可能必须会遇到的 特别是在我们BC Cascada这种地方 就是会有很多的冰川 如果你想爬Mountain Baker 或者Mountain Linear 这种冰川 对于冰川 这种冰川行进 Glacier Travel 和Crivas Rescue 就是冰裂奉允救这些技能 你可能是必须要掌握的 而且你要非常清楚 它后面的原理是什么 并不是说人家把你往绳子上一绑 你就安全了 也许会更糟糕 所以这些你是非常要把后面的原理要弄清楚 那你看我们第一次Submit 这是我很早以前16还是17年 我们去Mountain Baker 当时我们是9个人 9个人结神下山的 上山的时候就跟成了两嘴 那你中间你看 我同样是去年我去爬Mountain Baker 我是用的Skis 那我们会根据当时的雪况决定 我们并没有接触 因为用滑雪板它的接触 对雪面的接触面积大 而且当时和我们上次爬Mountain Baker的季节是不同 这个比较早一点 冰裂奉都没有开 但是我们都会穿着Harness 一个队伍里至少会有两组绳子 就说万一谁掉上去了 哪怕有一个是带绳子掉下去 另外还会有一根绳子来营救 所以准备都是准备好的 但至于结不结组 这个完全要根据当时的情况来决定 那这个是Mountain Lanier Mountain Lanier它的Privas如果在5月份的Privas会好一点 随着Season就是越来越热 6月7月8月它的Privas是非常的可怕的 所以那个时候是你是一定要 那我们不仅是接触了 还会利用一些锚点来保护我们自己 万一有人划罪 那些锚点也会把你拽头 不至于掉下去 说到延迟的部分呢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 就是说肯定会遇到的 很多同学他会在 其实你在徒步的过程中 你就会慢慢接触到一些 比如说Mountain Crown就是class 3 First Lion Class 4 就会接触到这些延迟 那延迟的分类等级 它会从Class 3到Class 4 这些呢 如果一般有一定攀爬的能力 它是不需要绳子保护的 但是如果我带我女儿去爬的话 我肯定会带个绳子 我先爬上去 然后保护它下来 所以是完全取决于你的队伍里 最弱的那个人 他需不需要保护 来决定你要带什么装备 那从Class 5到 它后面还就是从Class 5到5.15 这些就是属于更加垂直范围的 那我一般都会选择要进行保护 那学习这些在 我们叫Alpine Log 在学习Alpine Log的时候呢 你并不说直接到山里面去学习这些 你的刚开始肯定是从 可能是从GMA或者Squamish 这些离 我怎么说 离道路近一点的地方 就是万一你出了什么事 你可以很快的找到帮助的地方来练 在安全的环境下先练习 等你的技术到达一定的程度以后 才考虑到要去山里面去练习 那这些你看到了 它会有不同的组合 并不是说延迟 你就只用到攀岩的技术 比如说第一座山峰 是在Mountain Washington的Persona West Ridge 它是一个六七段的5.9 那它的Approaching 就不需要冰川 需要什么 就是我们的hiking 到哪里 然后就是攀岩 那第二张图片是 Forbidden West Ridge 也算北美50 class 它这个呢 就会需要用到 它是glacier 然后再加上攀岩 所以你会用到你的冰川行进的技能 加上攀岩的技能 那最后一张 这个是Slicy North East Bartlett 它是一个需要爬两天的一个 就是说它要花的时间很长的一个攀岛 那这个呢 它就是说 我想我把这张图片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爬这个山的时候 我们技术攀岛很讲究的就是一个timing 在Slicy下面你看到那有一块glacier 那个叫Pocket Glacier 这个glacier 它只是粘附在这种很滑的石头上 在这个glacier 它每年都会slide 在它没有slide之前 也是 我们是不去盘等的 因为你从下面通过的话 你不知道它会不会 就这个冰川滑下来 会不会就把你给埋了 所以这个timing是很重要 而这种山呢 它经常就在八月底的时候 这个glacier才会slide 所以你能爬的时间 那个时候已经接近夏天的尾声了 爬的windows就是非常短的 所以就说在技术系攀岛的时候 这个timing也是很讲究的 那另外就是拼波 遇到拼波 我们肯定需要的是一些攀冰的技能 我觉得攀冰相对于攀岩来说 它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群体也是非常小的 攀岩你摔下来 绳子拽着你 你可能没有刺 可是如果攀冰的话 你摔下来 你拿的都是很sharp的东西 你可能你虽然没有刺 可能你就会不小心扭到脚了 或干嘛的 所以它的容错率是非常低的 这个也是需要你在前期 如果你真要去尝试一些攀冰的 攀冰的outime的路线 你前期这种solide的攀冰的功底 一定要打好 比如说第一张图是waterfall ice 就是水流下来 就是瀑布流下来形成的这个 这个叫做冰面 第二张其实就在monton baker monton baker在common glacier那边 有一个这种 就是因为场面的冰川冰灭缝 形成的 我们叫serax 你也可以在那里练习 那第三张是我在2012年的时候 我们去爬的密鲁的alpa mile 那你上升到这个是5500米的high camp 然后再继续爬450米的攀冰到达顶峰 那当时这个因为在密鲁它的云就并不是很好 它是没有直升飞机的 所以我们请了一个guide带我们去爬的这个 另外就是说在你遇到又是岩石又是冰雪的时候 你就需要一些mixed climbing的技能了 这个就是说你要穿着你的crampon 拿着你的冰岗去进行攀登一些 这种岩石和冰雪混合的路线 你看到中间这个图 其实都是大家知道的West Lion 就是西斯紫峰 西斯紫峰 我们多数人走的是Scrampon路线 就是它的class4的路线 但它在它的山的北面 North East Side 夏天有一条多段的这种技术路线 那冬天呢 你看它也有很多路线 它就是一个多段的一个冰雪和岩石混合的路线 它虽然是比较初中级的 如果用这种Ice Degrating来说 它可能是AI3 Mixed Climbing 3到4这个级别 那就是这一些 那我这里想讲的就是说 在你如果真想提高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你面前你所会遇到的地形会是什么 在这些地形下 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技能 有一些什么样的 采用一些什么样的技术装备 来保证自己在这种环境下 能够顺利的通过 而不会造成什么样的事故 好了 这些资源 如果说真想学习的话 我很建议大家去看一些书 如果你真想学习Montanier 第一本书 大家都叫做《登三圣经》的Montaniers 我觉得看书的目的 给你一个非常就是系统的概念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随着你的进阶 你也可以去看这些 Alpine climbing techniques to your higher 最后如果你们真想非常厉害的话 你可以买Steven House的《Trending for Alchemist》这些书 那下面这些书呢 我觉得是叫guide book 就是说不管你去哪个地区 你可以找这些guide book 它会告诉你有些什么山 有些什么路线 那这样是帮你规划 规划你的这些 这个行程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就是我很推荐大家去这个训练计划 叫upheofasily.com 这个里面不仅仅只是准备登山的 它可以骑自行车滑雪呀 这些 这里面有很多计划 你可以自己去买 它主要就是针对你的endurance 你的fitness 你的mobility 你的strength 这些东西 哪怕你说我想爬这种山 他会告诉你爬这种山 你照着这个训练计划去做 我自己是非常受益的 所以我想把它给推荐大家 然后就是大家经常常说的 就是play within your limit 但是我自己体会就是 科学的训练和系统的学习 是可以突破你的极限的 它可以突破你的极限 才能去更好享受 登山带来的自由感和畅快感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有一点点给你有帮助的 我都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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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